敬堂有,万有的上主,你的天宇多么可爱,我可慕上主的庭院,以至心体力衰,我的心灵和肉躯,赞颂生活的天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你的心灵姐妹们,欢迎大家参与弥撒圣祭。 现在我们静默片刻,承认我们的罪过,祈求天主继续的引领我们走好四行期的旅程。 基督,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求你垂怜。 基督,你来召唤罪人,求你垂怜。 基督,你在天父面前被我们转达,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你不断垂怜,净化,护卫你的教会。 因为没有你的照顾,教会便不能安然存在。 望你十家恩佑,予以领导。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祝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攻读猎王纪下。 阿兰王的元帅,纳阿曼,在国王面前,是一个很受尊重和爱戴的人,因为上主承接他使阿兰人获得胜利。 他英勇有为,却患了麻风病。 阿兰人从前接队出外截略,如来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 这少女做了服侍纳阿曼妻子的婢女。 他对女主人说,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一定会治好他的麻风病。 纳阿曼报告国王说,以色列的少女呈如此如此说。 阿兰王说,你去吧,我也给以色列王写一封信。 于是,纳阿曼带了三万块银子,六千块金子和十套礼服去了。 他把信呈给以色列王。 信上说,你收到这封信,就知道我打发我的臣补,纳阿曼来见你,是要你医好他的病。 以色列王看完了信,就撕裂衣服说,难道我是天主,能使人死,使人活吗? 他把这个人给我送来,叫我医好他的病。 你们想一想,显然他是在我找我的麻烦。 厄里守先知听了以色列王撕裂了衣服,便打发人去对国王说, 你为什么撕裂了衣服,叫他来见我,他就会知道以色列有先知。 于是,纳阿曼乘坐马车,到了厄里守的家门口,就停下了。 厄里守派了一个报信的对他说,你去到越丹河里洗七次,你的肉就会复原而洁净了。 纳阿曼大怒,一面走一面说,我以为他会出来见我,站在我面前,呼求他的天主上主的名,用手再换处摸一摸,治好这病。 大马士哥的阿巴纳河和帕尔帕尔河,不是比以色列所有的河都好吗? 我不能在那里洗得洁净吗? 于是他转过车来,气愤地走了。 他的仆人们前来对他说, 主人,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困难的事,你不是也要做吗?何况他只对你说,你去洗洗,只有洁净了呢? 纳阿曼便到河里,按照厄里守的话,在越丹河里浸了七次,他的肉就复原了,如同婴儿的一样,完全洁净了。 于是,纳阿曼带着他所有的随缘,回到厄里守那里,站在他面前说, 现在我知道,全世界除了以色列的天主以外,没有别的神。 天主的圣言, 天主,我的心可慕你,就像小鹿渴望清泉。 天主,我的心可慕你,就像小鹿渴望清泉。 我的心灵可慕天主,生活的天主,我何时才能见到天主的词言。 天主,我的心可慕你,就像小鹿渴望清泉。 求你赐下光明和真理,引我到你的圣山,进入你的殿宇。 天主,我的心可慕你,就像小鹿渴望清泉。 我要走向天主,我要走向天主的祭坛,到使我欣喜的天主台前。 天主,我的天主,我要谈亲赞颂你。 天主,我的心可慕你,就像小鹿渴望清泉。 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我在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诺言,因为祂慈悲为怀,乐于救赎。 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独圣物家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来到了纳萨勒,在会堂里对民众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是受欢迎的。 我据实告诉你们,在俄里亚时代,患灾持续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大起饥荒。 那时,在以色列有许多寡妇,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任何一个那里去, 直到了七宗、扎尔法克的一个寡妇那里。 在厄里索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麻风病人, 其中除了叙利亚的纳安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会堂中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连凶, 起来把他赶出城去,拉他到了山崖上。 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人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今天在福音中看到 耶稣他回到了自己所爱的家乡纳赞勒。 他讲解了圣经中的典故。 但是呢,他的老乡们非常的生气, 听到了圣经的故事。 甚至呢,他们用暴力要杀掉耶稣。 为什么呢? 他的乡亲们在想, 耶稣这个人,他的胳膊肘怎么往外拐, 向着外人说话呢? 其实耶稣所讲的故事呢, 都是出自圣经中的故事。 天主怎么样向外邦人发现了他的慈悲。 但是呢, 以色列选民呢, 他们故意地去把这些天主的慈悲的, 向外邦人慈悲的故事给忽略掉。 他们成为一些民族主义分子。 天主只是亚巴王, 伊萨格,亚德国, 他们以色列人的天主, 只帮助他们, 甚至呢, 会帮助他们攻打外邦人。 用这种方法呢, 天主成了他们的武器, 他们把天主呢, 给挟持住了。 而耶稣呢, 就要打破他这个观念。 耶稣说, 天主呢, 不光是以色列人的天主, 天主是所有人的天主, 也是我们华人的天主, 是普世人类的慈父。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他的子女。 不管我们是不是灵喜, 承认他是我们的神, 事实上, 他就是给予我们生命, 给予我们忽悠和引领的, 冥冥之中, 帮助我们的天主。 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命的终点, 天主希望我们得到的这种上国, 天堂的永福, 跟他永远在一起。 但是呢, 就是有一些人, 因着私心, 因着所谓的雄心, 因着野心, 因着被扭曲的良心, 忘掉了生命最终的意义和方向, 彼此的争斗, 忽略了爱在生命中的重要性。 争斗体现在人与人之间, 小的呢, 在个人, 我们的工作岗位, 我们的家庭, 我们和邻居, 大的呢, 甚至呢, 涉及到国家和国家之间。 比如, 最近的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其实呢, 如果我们看,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他们大多数的国民呢, 都是信仰基督宗教, 基督徒, 不管是他们的人民, 他们的领袖呢, 其实都是在基督宗教的影响下成长的。 如果双方发生了武力冲突, 双方的士兵呢, 都在向同样的天主祈祷, 祈祷我得胜, 对方呢, 也在祈祷我得胜, 天主呢, 是很难做天主的, 到底他让哪一方得胜, 哪一方失败, 天主的心呢, 是你们不要再大了, 是彼此的和平, 彼此的容忍, 彼此的相爱, 也因此呢, 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从战争的开始呢, 就强烈的呼吁和平的重要性, 在新加坡的统教区, 我们也将在3月25日, 圣母礼包占礼日, 将来年的星期五, 我们无成才主教呢, 会在主教座堂, 做一台弥撒, 特别的将俄罗斯和乌克兰, 两个国家奉献于圣母, 无殿圣心, 弥撒呢, 将在新加坡时间, 下午1点15分开始, 为世界的和平祈祷, 这也是特别的, 我们响应教宗的呼吁, 3月25日, 下午1点15分, 我们呢, 虽然地点有限, 不能够所有的教友, 都去那里, 去现场的餐礼, 但是呢, 那台弥撒呢, 会现场直播, 放在YouTube上面, 我们信用呢, 可以去参加这个, 弥撒的祈祷, 我们要体验到, 祈祷的力量, 而当天呢, 3月25日, 在罗马时间, 晚上5点钟, 教宗呢, 也会为世界的和平祈祷, 也会在, 翻地纲的波道中, 来向世界来播出, 我们也欢迎大家, 参加这个教宗, 在3月25日, 罗马时间, 办了5点的祈祷, 让我们在这一台弥撒中, 也特别的, 为世界的和平, 我们人心的和平, 献上我们的祈祷, 诚心诚意的, 为古事来祈求, 那今天的, 林圣体勇呢, 我就选一首歌, 是由, 吕丹燕姐妹, 创作词曲的歌曲, 名字呢, 是祈求, 特别被和平来祈求, 在这里呢, 我就引用这首歌的, 几句话, 让我们祈求, 让误会被谅解, 让仇恨被宽恕, 让平安常存在, 让内心多点爱, 阿们 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葬礼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虎的果实, 卖面领, 呈献领, 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耶稣永受赞领, 上主,万有的主, 你一次供饮料, 为了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老虎的果实, 葡萄酒, 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耶稣永受赞美, 上主混合着签讯和痛苦的心情, 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 请你悦恼, 上主, 各位兄弟姐妹,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将你对光荣祂的生命,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礼祝, 上主, 我们呈现这些礼品, 向你至最高的敬意, 求你与圣化, 是成为施予我们救恩和生命的圣事,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愿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实施注入感性,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你愿意我们借着客气鼓声, 向你表示谢恩, 压服我们的傲气, 并能康慨, 中济贫穷, 效法你的温良慈善, 因此, 我们随同众美天使, 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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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欢迎了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享受云霄, 奉上主您而来的, 当受赞免, 欢呼之声, 享受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子的根源, 因此, 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物,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圣体, 圣许,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 拿起面灵, 感谢了恩牌,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心得的豪气, 记录, 记录我们传当你的生死, 我们的生命地复活, 我们期待你, 光荣地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良, 救恩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是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 圣血, 并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执念古时的教会, 使你的死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极客, 我们的无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求你执念怀着复活的希望, 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执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 求你执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童真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我们的主宝, 圣洛瑟, 诸圣宗族, 以及所喜爱的历代圣人, 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旧主的宣誓,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休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祂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些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助耶稣的来临。 天上的国不是全非, 一切荣耀永归为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祝福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定、缓解。 你是天主, 永生、永化。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主耶稣基督, 祝你平安。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除免是罪者, 蒙照来付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祝我当父亲到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祝我当父亲到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祈求一切无解消失。 我祈求愁恨花有微乌。 我祈求本要勾逼人顺利。 我祈求世界没有纷争。 我祈求愁恨花有微乌。 我祈求损尽地利。 我祈求本性天父临地。 我祈求真心真意地。 我祈求 未不是祈求 我在这里 这里 虔诚地祈祷 用我一心祷告 让无畏被凉解 让宠汉被抗树 让平日常存在 让平心多连爱 让无畏被凉解 让宠汉被抗树 让平日常存在 让平心多连爱 我祈求 宠池消失 我祈求 宠池花又为物 我祈求 朋友都听得顺利 我祈求 世界没有奔赏 我祈求 云上旧地利 我祈求 恳心天不利地 我祈求 珍惜云成义 我祈求 未不是祈求 我在这里 这里 虔诚地祈祷 用我一心祷告 让无畏被凉解 让宠汉被抗树 让平日常存在 让平心多连爱 让无畏被凉解 让宠汉被抗树 让平日常存在 让平心多连爱 让无畏被凉解 让宠汉被抗树 让平日常存在 让平日常存在 让平心多连爱 让无畏被凉解 让宠汉被抗树 让平日常存在 让平心多连爱 我祈求 三向 让平日常存在 让平日常存在 我祈求 称极天不利地 我祈求 珍惜云成义 我祈求 未骨舍 祈求 阿弥陀佛 求祢使我们因共领基督的同一圣体 心灵得到净化 并能彼此团结和平相处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弥陀佛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圣神 教育你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们去传部福音法 感谢天主